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闻 真的是觉得太有意思了 因为在中国大陆防疫解封之后 这是第一个五一黄金州 也因此已经出现了大量出游的人潮 你看在上海虹桥火车站 今天就看见了 那这火车站说开到全中国车站的车票 今天都已经全部卖光了 所以这是115年来首次车票完售 那当然人一出去 人潮代表的就是前朝 所以各地的景点你看 你想得到的像故宫 还有像是八达岭长城泰山景区 很多热门旅游的景点 这个门票都也卖完了 也因此我们看到 像大陆央视也有说 每年春节五一国庆 都是集中出游的时段 预计今年会怎么样 全国出游人数将超过2.4亿人次 也会缔造人民币1200亿的消费 好所以是不是在此同时 今天才看到大陆开会在讨论 现在内生动力不够强 需求不够有阻力 所以要克服挑战 那如此一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寄望于 五一长假的消费的效应呢 蓝老师 当然要寄望 因为它是一个指标 也是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很明确 也就是疫情终于过去了 大陆的民众有信心了 而且科学还有实践 都已经告诉大家说 病毒很弱 而且已经被阻绝了 然后不管是在中国大陆如此 在国外也是如此 所以外国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这些 尤其像我们台湾 当然很多朋友会强调说 对不起台湾跟大陆 当然是我们是两个地区 好那要进入中国大陆的话 我们的这个核酸 过去的核酸检测都取消了 对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 已经过去的情形下 大陆的民众的 这个交付性的消费出来了 出来的观光旅游 你像在国内的旅游 它带动了这个内需 这个内需我个人觉得会很强劲 那在过去以前信心还不够 所以银行的存款很多 因为很多的证据显示出来说 中国大陆的银行的民众的存款 在全世界排名前列 那也就是说银行钱太多了 那甚至有很多人 就是干脆把他的房子的贷款 都把它还掉了 你可以看到钱太多了 都放在银行 要拿出来一花 可是要拿出来一花 你要怎么拿出来一花 要有细心 那我觉得这种内需的循环 内需的这种消费力 会带动更多的生产力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循环 对于中国大陆的中央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也是一个很好的讯息 那这样的一种 报复性的消费一旦起来以后 也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 因为他们也要从国外买商品 很多国家就要把更多的商品 往中国大陆卖 所以你会对进口商 会带动更多的赚钱的机会 对出口商也会带动更多赚钱的机会 企业就活起来了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峰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要召开 重要五国的峰会也要召开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全部都在家里了 有人说不去新疆 想去资伯吃烧烤 资伯的烧烤是很有名的吗 我倒是没吃过 那个院举正老师 刚回山东老家 就去资伯吃烧烤 就是吃烧烤 难怪你们会有人这样说 他跟我讲 原来原来 亮哥还是内行 那你有没有吃过没 没有 山东我去过青岛 我也是 威海我也去过 彭来 彭来 我跟你讲 刚刚赖老师讲那个是重点 因为今年1月 那中国大陆的新增储蓄 高达70兆台币 新增储蓄 因为今年1月疫情还没有完全解除 所以大家会怕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第一波就是过年 那大家等于就是把那个两三年的郁闷 就疯狂出国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一波五一 那个民航机的票也卖了600多万张 也是很惊人 今天听到上海的朋友说 上海那都买不到票 都买不到票 而且景点的饭店大涨 我有看到一个3.9倍的 我女儿比较重 涨了3.9倍 他提早走 他提早 这样是不是 他今天回来了 对 OK OK 是 这个当然就是 刚刚赖老师讲的我是很同意的 这个就是消费信息跟投资信息 那目前先彰显的是消费信息 就是你敢花钱 那接下来厂商看到订单才敢投资 因为他不知道订单在哪里 他会怕 尤其欧美坦白讲不好的消息蛮多的 所以你如果做出口你真的会怕 这真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你如果做出口 因为中国大陆多少也有做出口 做内需产业的现在可能会看到人潮 那有一些订单就比较敢做 不然一样这个企业的 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是企业存款 企业存款 就企业也是有钱 他不敢投资 对啊 因为之前我们才知道说 联合国有一个发布的报告 讲到人口 印度人口说到今年年周 就要超越中国大陆了 那么德国的媒体叫明镜周刊的 就刊出了一幅漫画 印度的老火车在后面 是浓烟滚滚 列车内跟外 你看上面甚至还站满了人 可是前面的这个 是中国大陆的列车 而且还是个子弹造型的先进高铁 这个印度的部长就说 尽管你想要笑印度 但是不看好莫迪领导的印度 可不是什么聪明人 等着看吧你德国 几年之后印度的经济规模 可是要超越德国的 说多呛就有多呛 酸得很 印度的经济规模目前超过英国 所以以前的一个殖民地 可以超过他以前的统治的母国 某种程度来讲 他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因为印度已经超过三兆美元 比英国的三点二兆美元 已经多了一点点 那未来要超过德国 那德国有多少 四点五兆 所以还有百分之五十的空间要努力 那可能短期间没那么容易 但是要靠俄乌战争能不能偷藏一点 把德国打下去 那印度就可以超强 但也要一点时间 对印度来讲 人口是一则以习 一则以优 习的时候 我是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国 我超过中国 优的是什么 三件事情问题都出来 第一个 我印度人粮食是个问题 人口越多 粮食本身就是问题 第二个 人口越多 能源本身就是个问题 第三个 人口越多 教育资源跟经费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也许大家不服气 人如果没有经过教育的加工 等于废料没有两样 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定论 就是说你一个人身上投资多少 你自己努力多少 能够创造多少的效果 比如我在我左边这两位大博士 这个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从小不知道给他灌什么东西 拿给他多少学费 那国家帮忙多少 他凑凑说 好不容易到耶鲁大学 巴黎大学 拿了这么闪烁的博士学会来 这个时候叫人才 那如果他当年还在农村 这个放牛 跟我一样放牛 考那种烂学校 那种什么松山工 松山工的不错 母校还不错 所以基本上的话 你哈佛的 那是后来 这个就是没有经过加工 那现在印度是要把人才加工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教育资源不够 能源不足 因为他本身不产能源 然后粮食也不足 所以他要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当然祝福他 但是这个时候 你鼓励是我人口最多 是我能够未来成长 那倒不一定 因为现在很多的产业 不一定都是劳力密集 就会比较高的附加价值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那未来你当然说要走上科技的东西 你就要投很多钱下去搞教育 像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变成良性循环了 他的理工科的学生 不要说一年毕业至少四百万人吧 然后他的各种建设项目 这个还好 这个是德国嘲笑这个印度的 如果中国嘲笑印度 搞不好就发起思维抗议了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很客气 很缺席是对的 我希望他这个风气流下去 比如说最近中国经济不错 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说 我们不够好 我们内心动力不好 我们要加强什么加强什么 这个态度是对的 但千万不要学印度 印度现在人口一多的到处敲锣打鼓 我要赢过德国 我要赢过谁 可能不移 真的是不好 他估计的时间是2027 会不会 他说日本会掉下来 所以2027他会同时超过德国跟日本 变成世界第三 日本是 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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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那时候日本会掉下来 日本人听到没有 我这日本人估计 这个印度估计的 印度估计的 那他一年的经济成长 要将近20% 他估计6% 6%怎么可能 2027